75岁孤残老人捐两套防疫铺面。 利益主帮助残疾学生。 胡东平十多岁的时候,右手得了骨结合,导致肘部肢体变形,行动不变。 5月3日,四川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迎来了一位访客,一名穿着黑色布鞋,手提布袋子的大业,找到工作人员,提出捐赠自己的两处房产和一个铺面,用于帮助残疾学生上学。 大业名叫胡东平,成都人,今年75岁,住在梨花街附近的一个小区里,无妻也无子女。 在他十多岁的时候,右手得了骨结合,导致肘部肢体变形,行动不变。 年轻时,他用扁蛋挑着中草药,走街串香叫卖,挣钱十分不易。 过了古西之年,胡东平决定向省残联捐出自己所有的财产,包括两套房子和一个铺面。 移主里他是这么写的,本人一生正派,虽是残疾人,但从未扮症,残疾症,凭着自己的努力才有今天,因本人已过72岁,特决定,我若死后,所有财产全部捐给省残联,用于残疾学生的教育。 谋生不易。身患残疾天天卖中草药。 11日上午,离华街附近一个小区里,胡东平守着灶台上的罐子,里面熬着中药。 我以前是卖中草药的,也看了一些医学书籍,所以懂点医学知识。 胡大爷说,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,他就在梨花街附近卖一些中草药,那个时候,青城山有专门挖中草药的人,我从他们那里进货。 那时,胡东平每天都会挑着扁担,从梨花街走到老南门大桥,摆摊摊卖药。 由于右肘患有功能性障碍,弯曲困难,别人一个扁担能挑十的框框,我只能挑三个。 不长的路程,胡东平走得无比艰难,中间要歇好几趟才走得拢。 依靠自己的努力,胡东平后来在梨花街附近开了一间铺子卖中草药,直到2002年,由于年岁已高,力不从心,他把铺子和另一处房子租了出去,过上了退休的生活。 那个时候我专门去工商局申请了歇业登记表,说到这里,胡大爷给记者出示了盖有工章的个体工商户申请歇业登记表。 胡东平老人留下遗嘱,我若死后,所有财产全部捐给省残联,用于残疾学生的教育。 一生孤苦。没有妻子也没有娃娃。即使2002年,我就有捐财产的想法。 胡大爷说,随着年龄越来越大,他决定把这一想法付诸实践,我今年就满75了,没有妻子也没有娃娃,钱留着没有用。 四十多年的打拼,让他长尽世间干酷,深知残疾人谋生不易,过去开铺子,我只能一只手把门板取下,也没有人帮我。 在他看来,正常人能轻易做到的是,残疾人往往要付出十倍的努力。 正因为如此,胡东平决定捐出自己所有的财产。捐赠遗嘱。用于残疾学生的教育。 5月3日,胡东平来到四川省残疾人联合会,签署了捐赠意愿,将名下具有全部产权的两套房子,一个铺面,无偿捐赠给残疾人福利基金会。 但从未办证,残疾症,凭着自己的努力才有今天,因本人已过72岁,特决定,我若死后,所有财产全部捐给省残联,用于残疾学生的教育。 负责办理胡东平捐赠事宜的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汤全,也有点惊讶,据他透露,个人裸捐的情况很少见,尤其是残疾人群。 几年前也有一位残疾人捐了70万左右,他,胡平东,的捐款,应该是这三年,我们遇到的最大的一笔罗捐意愿。 签署了捐赠协议,汤全表示,由于涉及到产权变更事宜,接下来我们会和当事人尽快去房管局完成房屋过户手续。 值得一提的是,按照相关政策规定,个人捐赠房屋仍需缴纳一定比例的税费,对此,汤全呼吁,残疾人积累财富不容易,相关部门能否出台政策,针对这类人群慈善捐赠所产生的税费,尽可能减免一点。